時間已經來到了 馬上要10月了 我們看看9月還沒有過完 但是從1月1號到現在 誰是最標股 兩個族群就跳出來了 對 假如說 AI說我最標 絕對沒有人跟他爭 他是老大 今年到目前台股 這樣1000多家的公司 漲一倍 就超過100%的 也有60家 其中AI 你看 今天半導體的這個族群 四星KY 漲停板 對不對 創意 這個都大漲 這兩家公司 就是台股裡面最厲害的AI 前兩名都是AI概念股 這兩檔股票帶我們來看進去 那你看 他說 大家說 今年沒有買到台積電 好後悔 台積電很厲害 漲18% 但是台積電投資的這兩家公司 都有持股 這兩家的AI其實漲得更壞 四星今年漲188% 創意漲148% 這個漲幅都很大 觀眾會講說 你講的是股票 AI是不是走在雲端上 但是我告訴你 現在AI跟我們生活是結合了 今年台北這個電影的賣座雙冠王 不知道有去看嗎 神鬼奇航5 觀眾看 那個畫面 有兩個畫面 悔一所思 那個壞人率領了邪靈大軍 海面還會水上飄 輕功 直接踏在這個海上來追這個捷克船長 這個有點像私宿列車的海盜版 這個畫面真的很震撼 再過來這個捷克船長就逃啊 然後你主角告訴他 我一關一關的渡過這個關卡 你看 竟然像摩西 把那個海可以昏成兩半 直接就這樣走過去來脫困了 這兩個畫面 你知道幕後的英雄是誰 就是Emilia Emilia運用他的GPU 這個電影的特效都是他說 所以蔡總剛從兩檔股 不要對我們看進來說 AI概念股大噴發 原來那不只是天邊的彩虹 應用越來越多 電影就是第一個 大家最有感的應用了 對 所以夢工廠的執行長 常常跟Emilia說 你們趕快扮演金火商 你有一個什麼最新的科技 趕快給我們大砲扛出來吧 對 我們電影就馬上做出來 還有你看 這個美女跟野獸 你可以看 這個人男主角對不對 野獸 你有沒有發現 他這裡一點一點黑白塊 這個標誌是什麼東西 這個西湖 黑白塊裡面 都是電腦記錄動作重要的儲存點 根據那個儲存點 那你甚至在喘的時候 胸口的起伏 或者你在跳舞 脈開的那個腳步 都被電腦一一的記錄 然後頭上面 你看這個頭上面 帶一個什麼東西 那個是有特殊感應器的頭套 所以電腦全部把它記錄 然後GPU 這重點就是Emilia這個GPU 人工 智慧 計算動畫之後 你這個效果要怎麼樣來應用 怎麼跑 把整個動作呈現出來 所以今天其實女主角 這個美女她對演的是一個 真的人 不是野獸 真的人跟她演 結果上面的這個Sensor 透過GPU去記錄所有 她動作的細節 之後進到電腦裡 對不起 你要換掉 換成怪獸上去 但是所有的動作的細節 都是你的 對 這個就是人工智慧 還有跟我們金融面 也息息相關 你看一下 未來我們面對到銀行 到證券公司 搞不好你面對的 都是一些AI 你看 現在有48%的金融保險的工作 會被AI 被機器人給期待 而且真的做了 高盛已經聘請了 你看 銀行業 聘請的應該是要專業的 這些金融人員 現在不是 200名的工程師 但是相對就要炒掉 600名的交易員 為什麼 現在交易 你要千分之一秒 萬分之一秒 高頻的交易 通通用什麼 不可能用人腦 就用電腦來 人工智慧來取代了 這兩個例子就很有感覺了 決戰千分之一秒的 耗子下單 還有看電影 許許如生 飢渴亂爭的動畫 原來後面都有GPU的影子 AI的影子在裡面 所以現在有一句話 得AI就得天下 但過去這個PC的時代 是要把CPU這個平台給搶下來 那現在未來的科技 我們要什麼 GPU 所以今天我們來讓觀眾 認識一下一些名詞 CPU 就是我把它比喻成 你的體質素質很好 你一個馬上你要信念一下 你就可以參加游泳比賽 但是GPU的話 這個是體校的自由生 比賽沒有問題 但是TPU的話 那你游泳是游得最快 蔡總這個比喻 真的很有感覺 這個是體力不錯的學生 這個是體育班的自由生 這個是國手等級 也就是說快還要更快的概念 我比一下 CPU就是拿一支筆 一筆一筆慢慢的畫 GPU圖像處理器的話 很多支筆一起畫 我們來看那個畫面 右邊的是CPU 慢慢的 左邊的是什麼 GPU 你看一秒鐘 一副蒙娜莉莎的微笑 就呈現出來了 這個很有感覺 所以快不快 超快 你看一個閃光 一個暈過去的效果 蒙娜莉莎就出來了 對 好 那我們解釋一下 你看這個CPU的一個架構圖的話 它裡面有控制器 記憶體一大堆的東西 印算器 但是你現在比如說 很多東西圖像的處理 非常複雜 太慢了 來一個是什麼 我們看GPU 你那些有的沒有 全部不要 通通是印算 留下必要的這個記憶體 好 我們再看一下 CPU 你那個核心 頂多四核 八核而已 對不對 現在十核心比較緊張 好 你看GPU 我們看GPU 甚至上千個 每一個通通可以做一個處理 小小的正方形 一顆一顆一顆 我們就把它形塑成 就一個核心 這裡有512個核心 對啊 上千個都不成問題 這張圖你可以看到 這個是Intel CPU的一個效能 大概從這裡來看起來 就這樣而已 但是Aminia 為什麼人家那麼厲害 哇 你看 它GPU這個效能 是這樣的起飛 所以現在Aminia 把這個不是只有在這個遊戲 用GPU AI VR 還有什麼 未來的電動車 自駕車 通通用到GPU了 明白了 原來快到得GPU 得天下 這樣子大家就慢慢有感覺了 可沒想到 有一家公司覺得 居然嫌說還不夠快 Google 我們在Google 搜尋那個關鍵字 你沒有發現的關鍵字 就是AI 有時候你輸進財 不是全部 你只有打其中的兩個字 他就知道你要幹什麼 是 對不對 所以Google都發現 當大家在搜尋 每一個人一天只要三分鐘 他的資料中心恐怕就要加倍 要加倍了 要花那麼多錢嗎 雖然他很有錢 他財大氣出 他也不可能這種花錢的方式 所以你沒辦法多蓋幾座數據 處理中心 來 最新的 TPU 張亮的處理器就出現了 他說他的性能比CPU 比GPU 還要30到80倍那麼可怕 你看這個圖 這麼複雜 老實講 這麼複雜 我們直接講結論 就是把所有儲存器 什麼空間都拿出來 留給印算器 而且主機可以發送指令 每一個印算器 通通是一個大腦 他有沒有實際的應用 有啊 阿花GO 阿花GO裡面裝了 一百多萬套的旗幅 再厲害的圍棋選手 跟阿花GO比賽 當然都會輸 好 我們講到的是 快中之快 就是TPU 我今天特別要請青皇 帶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這個TPU的背後 剛才上Cue了兩檔的標股 今年到現在標超過100% 其中這家公司 背後有一個副爸爸 是台積電的Morris 帶我們來看看 這一家生產製造TPU的IC設計公司 有什麼厲害的地方 創意電子它是做IC的設計 那過去這個IC設計服務幹嘛 其實台積電本來一開始 沒有想要切入這個領域 那台積電之所以這麼做 其實跟聯電的曹新城 非常有關係 因為創意電子的創辦人 是石克強 可是石克強那時候 回到台灣來的時候幹嘛呢 他跟曹新城 跟聯電合作 合作開了一家IC設計服務公司 叫做智原 那智原這家公司 其實怎麼樣 一開始張作文也沒想切入這個市場 可是沒有想到幹嘛 智原生意越做越好 生意還越做越旺 那時候站在台積電陣營的幾家 這個IC設計服務公司 賺的錢都沒有資源來得多 可是你要知道 IC設計服務這件事情是幹嘛 這可以視為是 晶原訂單的前哨戰 什麼意思呢 你的客戶 你是用他的IC設計服務 服務完之後幹嘛 他當然找聯電下訂單啊 所以你是台積電的話 對這件事情會不會concent 你一定會concent的嘛 所以後來石克強幹嘛呢 石克強後來遇到一個狀況 因為他作風比較美式風格 所以跟聯電有些人 看起來格格不入 格格不入就幹嘛 他覺得算了 那我就自己出來 自己另外創業自己幹 所以他就跟他其他朋友幹嘛 另外出來創辦了這個創意電子 創辦創意電子之後呢 他覺得想說我應該就開始做了吧 結果沒有想到他前四年幹嘛呢 公司一直在虧錢啊 一直在虧錢的時候呢 找上誰 找上台積電 找上張忠華來合作 那時候張忠華就說 看起來這塊市場 我們是不切入不行啊 所以台積電當時呢 一口氣就吃掉它四成的持股 然後變成創意電子最大的股東 那所以當時就是因為這個狀況呢 創意電子後來呢 業績才越做越好 越做越旺 可是這裡面就會講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 創意電子對台積電 到底是有什麼重要性 我告訴你喔 在台積電要搶蘋果訂單這件事情 創意電子還曾經發揮 很關鍵性的角色 怎麼說呢 因為我們知道以前 蘋果訂單是誰在做 蘋果CPU的單都是給三星做的啊 可是蘋果幹嘛呢 那時候跟三星有訴訟幾個專業 訴訟在那個地方 所以蘋果也幹嘛 也想分散風險 找另外一家廠商做啊 所以蘋果那時候看到誰 看到台積電啊 因為台積電有龐大的細緻材 跟專業的資料庫嘛 所以他早上台積電說 你是不是也可以來幫我設計一下 A6的這個處理器呢 但是遇到一個問題喔 如果台積電跨進去 提供Apple在IC設計服務上面的協助 這個踩到了紅線啊 誰會不開心啊 高通會不開心啊 NVIDIA會不開心啊 他們做的都是IC設計啊 那就是台積電既有的客戶 我怎麼可以就有毛我客戶 沒錯 台積電如果自己跳進去的話 你擺明就是跟既有的客戶幹嘛 你們在搶生意啊 他不能讓客戶有這樣的印象跟顧忌 所以台積電怎麼樣呢 中間有一個很好的緩衝就是誰 就是創意電子嘛 所以創意電子呢 可以代替台積電幹嘛 去提供蘋果這些的 IC設計上的一些服務 提供這些IC設計服務的時候呢 你說蘋果有沒有感受到 這樣服務 有 有感受 然後實際效果達到 可是會不會影響台積電力的業務 也不會影響台積電力的業務 所以你跟他講 創意電子很巧妙的在這邊 拜託話題充分的角色 在各方面發展意電子 給我看 旺廟 在羽猛的地下 在羽猛的地上 每天都都會出現 對 一直在跑掉 你 by bwd6